哈囉大家好,我是慘安哥 大家有沒有發現後面的拍攝背景已經換啦 對,就正如我之前所說 我接下來要回到台北 然後繼續接受醫師的訓練了 所以我現在其實就是搬家來台北 這邊算是我跟我親戚 就是暫時借一個小房間 那裡面還蠻安靜的 以後大多數的拍片應該就會在這邊進行 多虧大家的幫忙 我的頻道的訂閱數已經超過1000啦 那今天就要一約呢 來回答網友這個Q&A的問題 好,Let's go! 第一個問題 請問蒼蘭哥有女友嗎? 可以不要第一個問題就來這麼激烈的嗎? 而且我發現不只一個人耶 大概有三四個人都想要問 關於感情方面的問題 好 本人目前的感情狀態是這樣 相信不用多做太多解釋了吧 第二個問題 想要請問醫學系的日常跟你的想法 好,關於我的想法呢 基本上醫學系大一到大七 或者是現在的六年制在學什麼 這我之前的影片有介紹過 那歡迎回去觀看 那我自己的想法 歸納起來大概是這樣子 大一到大二的時候 基本上課程不算是太重 就是一些共同的科目 所以這時候其實你相對是還蠻有時間去玩一些 不管是社團活動也好 課外活動也好 或者是交男女朋友也好 就是不管 你還有心有餘力是可以從事這些課外活動的 那到大三到大四的時候 這時候課業就真的中了 就有很多基礎醫學的課程要灌進你的腦袋 那這時候大的感覺都會是 好像已經被關在醫學院裡面 因為每天就一直上課 然後你每天都要強迫自己讀很多共筆讀很多書 想辦法記住那些專有名詞 所以大三大四其實是還蠻辛苦的兩年 不過熬過大三大四之後到大五大六 其實就又輕鬆一些了 因為大五大六就是變成crack 就是見習醫師 這時候就是真正的進入醫院 然後跟著學長姐就是學習一些臨床的case 跟臨床知識 所以這時候的壓力遠 讀書反而是幾次 反而是人際間的互動 你要怎麼跟你的同儕跟學長姐 或甚至是跟病人有一些互動 讓病人覺得你是一個可以受信任的醫學生等等的 那當然畢業之後 接下來六年制了 你們就是會有兩年的PGY 那PGY在做什麼 這個我之前的影片有講過 可以稍微去看一下 那到PGY之後 一直到住院醫師 這幾年基本上算是 就是臨床上還算很辛苦的幾年 因為你要開始值班 要開始第一線面對病人 然後也會有各種藐視之類的 對 不過撐過這一段時間 然後真正變成主治醫師之後 就會相對又好一些 雖然說現在的醫療環境 是已經沒有以往那麼好 不過假如真的說大學生活的話 那我是覺得還OK的 第三個問題 請問蔡安哥以後會在哪邊接受訓練 那會從事什麼專科 那以後有沒有機會讓你服務呢 這就是大災問了 基本上我會在北部的醫學中心接受訓練 那走什麼專科 這件事情 基本上等到今年的年底才會確認 所以那個時候可以再問我 現在就是 我還沒辦法回答這個問題 那麼我現在是在幹嘛呢 就正如我之前的影片說過 基本上醫學系的訓練還算蠻特殊的 你在畢業拿到醫師執照之後 頭一兩年的時間都是所謂的不分科住院醫師 那為什麼要不分科住院醫師 他的目的就是讓一個醫師的養成 基本上你要每一個大科的知識都要會有 不要說今天你走外科 你就只會外科的東西 你走耳鼻喉科 你就只會有耳鼻喉科的知識 基本上他就希望不要讓這樣的狀況發生 所以我現在就是還在不分科訓練的階段 所以在今年年底才會確定我之後的專科囉 那有沒有機會讓我服務呢 基本上這幾年就主要還是用影片的方式服務大家 之所以醫師訓練的階段這麼長 就是因為我們還是有很多東西等待我們學 等我之後可能拿到專科 那真正成為主治醫師之後 那自然會有這個機會 那這幾年我基本上還是會希望可以多拍一些影片 就是一些簡單的醫學知識 那簡單的一些衛教醫療方面的題材 還有醫生的一些生活型態等等跟各位分享 我想這就是我目前能夠做到最好的服務了 第四個問題 未來的影片取向除了醫學方面 還會有其他的規劃嗎 基本上是有的 因為我現在的影片題材算是比較單一一點 就是三分鐘聊醫學這方面是比較多的 那我之後是預計除了 以這種三分鐘介紹醫學知識的小短片之外 還可以再加入一些就是可能在聊一些 就不要聊那麼嚴肅 可能聊一些醫師生活的日常 就是像很多人就不知道醫師值班到底在值什麼 就是值班到底在幹嘛 又或者是在臨床上跟病人遇到的一些事情 或是跟護理師遇到的一些事情 就是簡單來說就是在白色巨塔裡面遇到的事情 我相信應該也蠻多人對這塊會有興趣 那之後可能會有一系列的影片是在講這一塊的 那詳細到底要怎麼拍 還是到時候呈現出來的方式會怎麼樣 這我就還要再思考一下 不過就先預告會有這樣子的系列 第五個問題 請問有什麼建議要給未來要當替代衣的人嗎 好的 基本上還是同我之前那個影片講的 我認為假如你要在四個月的果軍 還有六個月的替代衣裡面去選的話 我現在會建議說你就選四個月的果軍就好 因為少兩個月真的差蠻多的 而且四個月的話你可以花兩個暑假把它當完嘛 你就不需要再額外再多花一年的那個空窗期去當兵 那我這一屆的話 基本上我假如當一般兵我當一年 那我當替代衣當一年又15天 就只有多這15天 所以大部分人當然就是選替代衣 可是以你們來講的話會變成多兩個月 所以我會建議去果軍就好 可是假如你真的想要來當替代衣 我覺得它有一個好處就是 因為替代衣很多情況下都會被分到公家機關 那公家機關簡單來說就是一些公務員 或者是一些約聘雇人員的生活 那假如你覺得你未來可能會想要朝公務員的方向前進 會考普考高普考之類的 或者是你可能會比較想要做在政府機關做事 那我其實還蠻建議你可以利用替代衣這幾個月的時間 去公家機關看一下 看那邊的生活方式到底適不適合你 還有那邊的一些做事的狀況啊 或者是整個的氛圍適不適合你 所以就是假如你之後真的想要當替代衣 倒是可以試著去體驗看看就是不同類型的生活 那也對未來的職雅選擇有一個參考性這樣子 第六個問題請問蒼藍哥的由來 還有在台灣哪邊比較容易遇到你呢 好那先回答第二個問題就是這比較簡單 就是在台北比較容易遇到我 好那第一個問題為什麼叫蒼藍哥 這名聲的來由真的是也蠻莫名其妙的 簡單來說我有玩一個遊戲 對我就不透露遊戲名稱的 然後我在裡面的ID叫做健騎蒼藍 對這四個字 然後因為我在裡面算是年紀 稍微偏漲了一點 所以就是大家會叫我蒼藍哥的這樣子 對所以基本上大家應該可以知道 蒼藍哥就是蒼藍哥只是字稍微換了一下 對就是這樣 對很莫名其妙吧 其實沒有太大的涵 不過現在自己是目前還蠻喜歡這個逆程的 第七個問題請問大大是不是有戴牙套呢 對沒錯有戴牙套很醜 對沒錯這個牙套已經戴蠻久了 大概快快三年了吧 應該到今年十一月就滿三年了 沒辦法就是年紀太大 才戴這個牙套所需要的時間比較久 對那目前還蠻有進展的 我是希望這幾個月可以拆掉 不然其實還蠻多 不認識我的人看我的影片 都一直說我牙齒怎麼那麼黑是 眼籌太多還是怎樣的 對我都有點懶得解釋 就是牙套 OK 好第八個問題是 人生什麼階段去當替代醫的 記得醫生不是很滿嗎 對沒錯醫生是滿滿的 那因為這一年剛好在服醫所以閒了一點 對我就是畢業之後就馬上去當替代醫 那這其實有不同的選項 像我有些同學他可能是畢業之後 然後當完PGY然後再當兵 那我就是畢業之後就馬上當 然後再回去當PGY 基本上兩種選擇都有人做 對所以我之後預計生活會比較忙碌 而且我還是會努力的出片的 第九個問題 可以表演一下T歌嗎 好最後一個問題 你的影片有打光嗎 為什麼看起來皮膚特別好 沒有之前的影片都沒有特別打光 因為就是我家裡面是沒有相關的器材 所以之前的影片的燈光來源就是 兩邊上面的有那個日光燈 然後在最上面有日光燈 然後我再多架兩台台燈 對反正都不是專業的打光用具 就是我家裡有什麼光源 我就拿起來打 然後試圖讓自己看起來不要太暗 不過現在就真的有用一個打光器 現在是一個環形燈 大家仔細看我的眼睛有沒有 有沒有 就是瞳孔有那個白色的一圈有沒有 就是傳說中的環形燈 那這也是為什麼我這一集沒有戴眼睛的原因 因為假如戴眼鏡的話 好戴眼鏡給你們看 對就是會有這種神奇的反光效果 十分的腦人 那好 對 所以現在是真的有打光了 不知道大家看起來是有沒有比較優美 還是怎麼樣 對在下面留言跟我說吧 好的影片最後就是歡樂的抽獎時間啦 就正如我之前的影片最後面有提到的預告 就是我這次從港澳有帶回來 三個禮物要送給這個幸運的觀眾喔 那其實有兩個頭獎已經放在後面了 不知道大家有沒有看到 就在那邊 超 就這個 超可愛有沒有 海洋公園的企鵝 大家可以看到是海洋公園囉 對海洋公園正版企鵝超級可愛 我自己也超想吃有它的 不過沒辦法這次買了兩隻 就是要送給大家啦 然後 除了這兩隻企鵝呢 還有 這個 對這是一張很漂亮的書籤 是在澳門就是那邊 義士廷前帝 它的對面是一個名政總組大樓 那裡面有這個禮品布 然後它是一張 我就不拆開它 是一張非常漂亮的金屬書籤 對就是 這看了我也超想要的 沒辦法也是要拿來送給大家 基本上就有這三個禮物 那都是全新 都是很乾淨的 對它 剛才表情掉下來 穿也是很乾淨的 不好意思 然後方式很簡單 就是請大家分享上週 就是艾滋病的那一個影片 又或者是上上週 就是關於發燒的迷思 這兩個影片 只要挑其中一個 就是在你的FB上面公開分享 然後你分享之後 就是在私密我 就是私密我的粉專供的時候 你已經分享這個影片 要記得社公開喔 然後我就會從這些人裡面 就抽出三個幸運的人 然後就拿到這三個獎品囉 好的 然後抽獎會以公正公開公平的方式進行 就是大家也不用擔心黑箱 好 那這次就這樣囉 希望有想要拿到契額的都拿到契額 有想要拿到書籤的就可以抽到書籤 然後假如沒有什麼人要 我就自己收下了 OK 好那就先這樣囉 大家掰掰 掰掰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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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